早晨 今天是2024年3月25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诈姑》 今早我们有台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俊文 和谭海云陪你一起开始 朱sir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个星期香港这边很明显是期指结算 今个星期三有期指结算 再加上是长假期 深户广东也没有 要注意到交易的情况 另外美国那边相对可能会沉悶一点 因为大量数据都公布了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重磨企业 是全部公布企业绩的了 所以4月加上也没有议席会议 预期4月除了看CPI 和飞龙的数据之外 整体的气氛可能会比较平淡 或者沉悶一点 是的 还有今个星期提醒大家 大量本港上市的企业会公布业绩 包括重磅的内银股 都会在今个星期首后公布业绩 大家也可以留意着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想交流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AT App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 导致跌超过300点 纳指破顶 美国企业最新的业绩表现参差 导致和纳指低开后 走势是个别发展 导致收市要跌305点 收报39475点 标指收市跌7点 收报5234点 纳指先跌后升 收市升26点 再次破顶 收报16428点 欧洲股市方面 各别发展 八角股市要向下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跌1.8%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股价各别发展 Google上日升2% Apple反弹0.5% Tesla内地厂房 巨部会减产 股价跌1.2% NVIDIA再升3% 收报942.89美元 AMD是靠稳的 社交媒体Reddit 上市第二天 股价急回8%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各别发展 美团业绩后做好的ADR ADR折合港元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4% 百度一度上升4% 外电报道 苹果公司已经和百度 在中国市场的苹果设备当中 使用百度的AI生成技术 举行初步会谈 不过百度收市升幅收窄 ADR折合比本港收市高出1.8% 匯控ADR折合比本港收市高出1.5% 你想港股急跌一成后 ADR折合再比本港收市低1.5% 小鹏港股跌8.5% ADR再比本港收市低3.5% 一起看看阿泰区股市外围的情况 先打开图给大家看看 日经平均指数 今早段是向下的 跌过百点 但仍能守在40,000点上 最新跌109点 40,779点 首益综合指数未升1点 升尼普通股指数升47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也是向上的 升71点 跟大家跟进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 黑企 现在早段的走势 方向未算很明确 正在跌 向下跌大概是40点左右 恒指是16,4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到原本会跟大家跟进 现在谈谈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是个别发展 今个星期的焦点应该在PCE数据上 其实见到过了几天 就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观察 上星期就是公布议息会议结果 点称图就见到 大家预期今年是减息三次 其实这个跟12月的预期一样 以及大家都觉得6月有机会 启动的减息 但是见到在那个减息时间表 比较明确的背景之下 其实美汇反而是升的 见到就是美股上天走势 就是个别发展 你怎样解读 是说这个减息日子 比较确定的情况之下 美股美汇反而会走强 以及美汇如果持续在高位置站住的话 对美股的后市有没有什么启示呢 那我们只是说 其实在货币的道理里面 除了关注自己的因素 有时都要考虑外围的 所谓其他国家的因素 货币其实有时是 那个是所谓的 升跌原因表面上好像很复杂 但是有时都可以 大部分时间 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的 这个精髓 就是强割出强币 割出弱币 OK 所以就是说货币由于是相对 刚才也说的是相对值而言 这个 变成我们就是说 在美国最近我们看到 是公布的数据 我们看到有很多数据 都显示了处于一个 是很完美的一个 所谓的经济状态 就是说整体那个 所谓的通胀 是暂时叫做 是回落的水平 或者稍微是控制到 但是它又不是进入一个 是很低通胀的 急跌的所谓的水平 而同时 那个经济的数据 亦都相对来说 是会比较强劲一点 即使是高利率的情况之下 由一个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 就是所谓 由硬着落 到很大基本的 软着落 到现在甚至是 再之前有人提过 就是说经济强到 都是不着落 整体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是说 其实近期有时候 那个是所谓 譬如央行 它已经是说加息 或者是整体的情况 但是其实你看到 区别人都没有向着 市场预期的 是所谓的方向 这样走的 譬如说近期 日本就是很明确的 一个情况 因为日本是宣布了 是正式加息 但是很多人 常常都以为 日本加息 可能日股就会跌 或者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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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大概151左右的水平 要记住是对美元的话 数值越大就代表日日日越贬值 你看到日日日已经距离前前顶部 已经是一步之遥了 如果再突破的话 就变成一个新一轮的贬值 然后又来过了 OK 其实这样类比的情况 与美国近期是有所谓的相似的 你看到其实近期美元强到 甚至是我们对人民币 都受到影响 我们日文费星期五也是突然对美金 是好像日日日那样的长阳烛突然突破了 也是令到香港股市好像有些震荡 有些负面的反应 所以我们在整体美股而言 我们也看到坦白说我自身也觉得很羡慕他 仍然很羡慕他就是说为什么利率拉到这么高 但是问题是经济仍然相对比较强得来 他始终在两方面表面的矛盾可以很完美地 去到这一刻很完美地好像是共产共存的情况 因此我们就是说在 但无论如何最后亦都是 有些讨论美股的角度 我会觉得四月份反而不会说 进一步会有太大的所谓风寒的升幅 反而我会觉得最理想的角度在美股自身 就可能index可能是环盘或者是经过消购之后 就可能在上面这个高位里面进行一个盘整 但是我们就是说在个别的盘里面 有机会是炒股不炒市 如果是万一是这样的话 那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走势了 因为重新在四月份是极度沉满的一个月 他既承接了美股因为做公布业绩 所以既承接了在三月份为止 已经公布了所有重要的业绩 无一例已经全部公布了 而下面又承接四月份 这个是没有议席会议的 你要再拖去到五月和六月 但五月很多人都知道是没有东西看的 没有点阵图这个 也没有减息的华盈率 要到六月的减息华盈率 现在才是由之前是最悲观的五成上下评 就变成现在是七成多左右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四月份 简单来说是我们开放的 除了CPI或者恒常每个月都会公布一次的CPI 或者PPI或者菲龙数据之外 近乎一滴新闻也没有的 所以市况是缺乏了重大向上 或者向下突破的动力的消息所在 好 刚才你说到美股炒股不炒市 看到上星期五就是科技相关 特别是芯片股持续做好 但消息层面上未必是很利好的 稍后就听读朱sir解读 跟大家简单报告的新闻 其实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消息 说到内地已经出台了一些指导方针 就是说会逐步淘汰政府里面那些 比如个人电脑和服务器 就是用一些外国品牌的处理器 特别是Name就是Intel和AMD 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AMD 其实现在不少美国企业的高层在内地 包括AMD的数字锋和Team Code都在内地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外电就报道了内地政府的电脑 就有机会放弃用美国的芯片 或者是处理器 这是第一的 第二就是说 除了硬件不用外地的处理器之外 也说连那些作业系统 报道也说到 有机会试图淘汰Microsoft Windows的作业系统 为什么一步步都这样做呢 就是转移选择用那些国产的软件和硬件 两个层次去问这个问题 第一就是内地的那些 无论是软件或者硬件的制造商 你觉得技术上能够配合到 内地政府的发展味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其实那些芯片股 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强势 而且很明显地就是跑赢大市 因为譬如说以前说的七雄 譬如Apple和Tesla 今年至今都见到就是 都叫跑输了指数 对这些芯片股后市 这个消息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首先我们就是说 其实中国政府可能 无论现在最新的新闻就是晶片 对我们来说 譬如说之前是一些作业的系统平台 或者软件 譬如说最简单直接就是Microsoft 其实是运用国产去取代Microsoft而言 不是今时今日的新闻来的了 我最早回忆两三年前 都有这样的新闻 就提倡了要全国产法之类之类 然后当时《金山软件》 其实也借了新闻 曾经一听到打了鸡血 然后也冲了上去 我们这边就能够继续 就能够对一切 那些人 就能够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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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边的新闻 就能够对一切 也不产